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4月5日礼拜一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一名55岁的外籍人士 本来预约了要打伏必泰疫苗 谁不知打错了科兴 原来他去错了疫苗接种中心 但是中心的职员竟然没有很仔细帮他核对资料 所以就造成了这件摆乌龙的事件 第二宗消息 袁国勇教授今早就说到 如果巴西变种病毒在社区出现 而疫苗的效果不太好的话 市民或者有机会要接种第三剂疫苗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到底那一名老外打错针的事件是怎样的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所说 这一名55岁的外籍男子患有血癌 原本预约了在冠塘晓光街的疫苗接种中心 打伏必泰疫苗 但是他就去错了九龙湾体育馆的接种中心 那里就只是提供到科兴疫苗而已 而当这个老外去到之后 接种中心的职员竟然间就没有发现到他是去错了地方 还帮他打了科兴疫苗 为什么会揭发到事件呢 就是因为这一名老外 后来就收到讯息提醒 说他仍然未曾打伏必泰疫苗 他才发现打错了 政府发言人就说 中研有关预约的接种中心的名字不同 但是接待处人士未能识别 使得有一名人士进入了九龙湾的接种中心 发言人还说虽然有关疫苗是经接种者 在资料区和注射区同意接种的 但是政府仍然对事件表示抱歉 并且就会同接种者进一步跟进 打第二剂的科兴疫苗 政府这个辩解 其实就有多少将责任归咎在打针人士身上 你就说人家在资料区和注射区都同意打针 这些同意根本是废话的 我不知道这个所谓同意是以口头方式答应 还是以书面的方式签纸 反正用什么方式也好 一个人进入疫苗接种中心 他的目的都是想打针的 口头上问他也好 把纸给他也好 你问他打不打针 他一定说是打的 问题是他打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自己打科兴? 有没有人通知他? 如果是没有的 他乌sirsir以为是打伏必泰 到底今次这件事 是不是牵涉到有人为疏忽呢? 你政府也说感到抱歉了 是不是? 如果是的时候 这家的刑办商有没有责任要负呢? 需不需要问责呢? 没有人提这些东西的 好像打错针就当闲事那样 袁国勇教授就说这是个别事件 什么都个别事件 不需要说这个不是借口 那这件个别事件又怎样? 有没有人需要问责呢? 没人提的 苹果揭发 原来负责九龙湾接种中心的营运机构 叫做中卓医务 这个集团其中一名的董事兼主席 就是曾华善的大佬 呼吸科的名医曾华德 曾华德又有什么来头呢? 他原来就是心蓝的 都蓝到很厉害那只 因为在去年二月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就说 在香港的疫情引起了很多恐慌 他就说其实大家不需要害怕 很多显然都是政治恐慌 还有西方势力对于整个过程的操纵 即是说他将疫情抵賴 即是跟西方势力有关 根本上说的东西是多余的 无非就是找东西赖 当时他那封信 都引来了很大的反弹 好了 现在他名下的一家医疗集团 所营运的接种中心 出现了打错针的事件 这位曾华德明依 到底他又怎样评价呢 他认为需不需要就着事件道歉呢 有没有人需要问责呢 还是原来整件事 又是受到了西方势力的操纵呢 刚刚才打错针 这个是西人来的哦 是不是他是西方势力操纵来到去整股呢 不如他回答一下 这些东西是不是 好了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 袁国勇教授 今早早所发表的伟论 他就说 明白和同情业界很惨 很多人失业 他强调自己身为传染病学的专家 并没有偏帮哪一边的 只是想香港好 不是说要以任何的措施 令到那些业界倒闭 但是市民都要搞清楚自己想怎样 究竟是想真正做到28天清零之后 才放宽防疫措施 还是处于不断的放宽 和疫情反弹的循环之内呢 他还说要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 否则去到年底 都未必可以外出旅游 或者是公干等等 实际袁教授 你说市民要想清楚想怎样 实际市民就很清楚自己想怎样 不清楚想怎样的就是政府 不如你问一下政府他又想怎样 你问市民没用的 市民想怎样就怎样 政府给吗 所以袁国勇教授应该问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而不是问一帮无权者 问他也没用的 市民想怎样又怎样 接着他又警告香港人了 如果没有广泛接种疫苗 又全面放宽防疫措施 有机会使得13,500名市民死于肺炎 他认为本港面临着两个选项 要么大家都接种疫苗 要么永远不放宽防疫 相信香港人就会作出聪明的选择 我认为他这番的说话 多少就带有一些要脅性的意味 如果你是想劝导市民去打针 我认为你不应该说这番的说话 大部分市民都是受软不受硬的 你现在就放了两个东西在台上逼人去选择 就说到如果不打针就好像永世不放宽那样 可能有不少市民的即时反应就是说 你不放宽就没有人放宽了 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因为你这么强硬的时候 那个人他自然都会起降 你不应该说这些说话 你劝导市民就应该循循善友 提供多点的诱因 告诉市民 究竟他打针后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在出行上有什么便利 而且这个便利是要实际的 是要有个时间表的 不是在这里只是吹 现在你那班官员就走出来说 打针后就有条件和其他国家去谈 坤条毛吗 我早就说旅游气泡已经是很落后的事 大家看看泰国 别人已经有了一个重启旅游业的时间表 别人就分阶段来放宽 现在就第一阶段 凡亲提供得到完整接种疫苗证明的旅客 入境的时候隔离就从14天缩短去到7天 隔离期间就只需要做检测一次 去到第二阶段 即是7月1日开始 提供到完整接种疫苗证明的旅客 入境布吉岛就不需要隔离了 第三阶段就10月1日开始 去到攀牙、青迈和巴提瓦都不需要隔离了 第四阶段就从明年开始 凡亲打针的人有证明 入境泰国完全不需要隔离 这些是不用谈的 别人的国家自己主动来提供的 因为没什么的 有些国家很大的财政收入 都是来自旅游业的 自然就是要放宽的 不单是泰国的 冰岛也是这样的 冰岛已经在做这件事 直接就放宽了 你提供证明自己打了一针 一下机就可以立即去玩 不需要隔离了 根本上去到最后 就不需要再说旅游气泡了 那些国家自动自觉就是会开放的 凡亲你打了疫苗 他就会放你入境了 不需要隔离了 遲早就是大势所吹也是这样的 就是推一个所谓的疫苗护照 现在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特区政府自身的防疫抗疫措施 当市民从外地返港的时候 你说要他隔离14天 又说21天 他怎样去旅游呢 他打个针吧 有很多市民根本就是功能性打针 他一心就是想等到旅游业重启的时候 哪些国家承认他打到疫苗 他又可以去的 他马上就报名了 买机票了 你现在不是的 别人开放了 这些国家逐步开放了 你这个防疫抗疫 还说要回港是隔离14、21天的 那别人怎样去旅游呢 是不是呢 去玩七天回来隔离14天 有没有这么白痴呢 所以你怎样提供得到诱因才可以 你自己是不是也要有一个蓝图 告诉市民 大概去到什么时候 你的措施都会放宽的 打了针的人 这样才会吸引到市民去打针 现在不是的 整天在那里吹 又叫市民在两样的选项当中选一样 要么大家打针 要么就永远不放宽 那你不放宽又怎样呢 现在的香港是这样的 是不是呢 你叫市民为了防武肺 为了防病毒而去打针 有多少市民肯听你说才行 而且这些疫苗才研发了不久 到底副作用是否已经完全反映出来 有没有潜在的问题 有些市民会担心这些事情 就算你说往年 年年都有新的流感疫苗 因为那些流感也会变种 那时候你去打这些流感疫苗 有多少人去排队打呢 反应不一样是冷淡 难为袁国勇教授还说得出 说香港人会作出聪明的选择 很多香港人可能觉得 他聪明的选择就是先看清楚 让其他人先去打 他就先看你有什么反应 看到差不多了 开始旅游业重启了 他慢慢去打 可能有这些人很多 你怎么知道 你不信的去做调查吧 我估计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袁国勇教授还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巴西变种病毒在社区出现 而疫苗效果不太好 市民就或者有机会 要接种第三剂的疫苗 那就是说打完两剂都不够 还要多補针 喂 那为什么有些人 他不可以去等下其他一些新的疫苗呢 因为这些武肺疫苗 就不会说出了一剂之后 永世不改变的 他根本上不断都会在研发当中 来应付更多的变种病毒 可能有些人觉得 他是可以等的 那他就先等下 所以你袁国勇教授在做这个呼吁 有什么作为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